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喜欢的上方类型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 我们现在进入梦乡了 我们走了啊 你就在这躺着啊 这种位置可以放很多的小东西小玩意儿 然后还可以放书 很日系这个柜子 喜欢吗 喜欢 但是很贵 买吧 拿钱 我今天特别喜欢一些圆幕的设计 比如说刚刚那个斗柜 那个斗柜 然后这个电视柜 大餐桌 搞一张回去 没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深 但是在前面就更喜欢 你知道吗 我的梦想就是 比如说在比较生清水秀的地方 就有一栋白色的房子 然后有落地窗 落地窗 还有白色的窗帘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一些日系的设计 就会有很多日系的家居 比如说我刚刚的那些原路的那些家居 就像它这种大餐桌 这儿的家居室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还有尺寸 还有颜色 对 各种白定制的 这就不能开的 哇 好神秘啊 而且我觉得它好方便 就是它不会占你 就是比如说你开起来 你还要去到一个空间 这个你直接往这边推着 这种设计 隔着上这种位子 我就可以在上面放书 放我的一些玩具啊什么的 等于后如果我以后有家了 我一定会买很多这样子的柜子 还有这样子的陡柜 就是这种柜子 就会让我特别都有安全 因为第一它是原木 它会有一种清静大自然的感觉 第二呢 就会让你觉得很沉稳 好累死你这次 如果以后我有家了 我一定会买这样子的摊桌 不是 这样子的陡柜 放在餐厅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 我就不仅可以放穷 还可以放一些盘子啊什么 你看 就会特别的让整家的格调 就会特别的有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生活品质吧 怎么办 我就看上那个柜子了 这个柜子 我应该能努力 应该能占到钱吧 这个柜子也很好看 完了 我就喜欢柜子 我非常爱收纳 我觉得收纳的时候 会整理自己心情 家是自己最后的岛屿 这个意思是提醒我 要去买一座岛 修做房子 这种白色的大房子 然后 买他们这儿 买一些原物家居 的意思吗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 最温暖 最柔软的地方 所以你们家呢 一定要好好的爱护 一定要好好的装修 然后一定要好好的去设计和装饰它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一个温暖的家 厨师的家 你每天都会想到家 但是 我觉得家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家人 好啦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拜拜